美国很多超市里都可以随意买到这个 最近还推出了专门面向儿童销售的半自动 让人看到真的是气不打一出来 就在农历新年的这几天时间里 美国接连发生了好几起起起案 11号的大年初二 夏图一个街区发生一起 然后就在当天洛杉矶县南部 发生了四起连环起起案 原来是大年初二当天 休士顿一个教堂里发生一起 这三起是同一天 然后12号大年初三 纽约地铁 14号奇人节 坎萨斯城的超级碗枪件 相信就这几天发生的 还有我不知道的 这样的惨案不断在上演 除了老白头的一贯做法 站出来会说几句 或者宣布降半期 让我想不通的就是 美国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目前美国很多超市里都可以随意买到这个 这也就算了 最近还推出了专门面向儿童销售的半自动 名字就叫做GR15 GR大概率就是junior的缩写 意思就是儿童 上面还印着卡通骷髅的标志 让人看到真的是气不打一出来 还嫌不够乱呢 其实在美国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合法的 就连很多美国人自己也都是认为 美国政府在管控前方方面是失望态度 在美国有3亿多的强制在百姓手中 可美国一共也才3亿多人口 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平均人手一把 大家根本没有指望这里的治安可以保护到大家 关键时刻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 谁都知道没有强制案 可是这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 所以没有人指望控枪法会改 甚至大概率永远都不会改 还有另外一方面在助长这些惨案的平民发生 就是每次强制案一发生了 就会有非常多的曝光度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坏蛋的身上 反而受害者是谁 这背后还有多少挺身而出的英雄 根本无人知晓 各大主流媒体都是在大肆报道这个牵手 和他们详细的犯罪过程 更是有记者会深入到他们的家乡去 深霸凶手的一切 包括他们的背景资料呀 还有他们曾经的学校呀 还有他们各种的犯罪动机和精神变态的言论 其实就是给下位有犯罪动机的人 提供了一本如何去实施犯罪的说明手册 像在18年有一起重大的抢劫案 这起案件估计是很多人都还记得 因为在这起案件中 有一位是华裔的15岁学生Peter 被救下同学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那天是18年的奇人节 凶手走进了母校直接是开枪掃射 华裔学生Peter并没有选择自己先逃命 而是撑着他们那个教室的门 让所有的同学先迅速逃跑之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幸生亡 当时还有一个是37岁的体育老师 听到前生后呢也是选择救人 所有的人群都是朝一个方向走 而他却朝向相反的方向 为救下学生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的子弹 可相比之下呢 到处都是关于这个凶手的报道 而这两个救人的英雄的相关报道呢 非常的少 甚至这两个英雄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大家搜索这两个英雄的结果 数量特别少 但一说这个凶手的话 数字真是多到杀人 也就是媒体对这次凶手的深入报道 就在枪击案的两周之内 打算模仿这起枪击案的威胁电话 多达638起 所以可想而知 这些恐怖电话背后藏的是 多少的潜在的坏蛋 虽然不可能指望美国的空枪法的改变吧 那么如果媒体能减少 对这些坏蛋的深度报道 是不是也可以减少模仿的可能性呢 欢迎大家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我们一起聊聊吧 最后感谢各位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